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恭喜你的如芬 你下次多了这么多的业绩 郑月一定是业绩冠军 可是我完全不认识这些人 这些人到底是哪里来的 不认识 如芬 好 那我先去前面的洞洞 再往復服了 我等一下過去找妳 吳芬 妳還在生我的氣嗎 對不起 我知道早上 我的雨氣重了一點 是我回到妳 妳可不可以原諒我 妳要是不肯原諒我 那我就在這裡罰站 一直讓妳下班 當真是處罰我自己 也順便陪妳上班 妳不要生氣了 等妳下了班之後 我們一起回家 再看路上有什麼好吃的 我們買回家吃 可以一邊看電視一邊吃 而且今天就破例 讓妳不用在家裡煮飯 妳覺得這樣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 如果妳還是不願意跟我說話 那妳就用點頭或搖頭的好了 阿修 來 來 醬的豬湯香給妳吃 來… 來… 謝謝… 謝謝 謝謝 來… 這給我豬湯 可以養顏美容 來 趕快吃看看 來…先用… 謝謝媽媽 謝謝 沒有妳的分 怎麼怎麼沒有我 妳要回家 不然把我們桶梯一聲就拿早餐回家 這樣 都也是妳 妳就跟我說 什麼…我兒子 搞一個女朋友 還說這樣 沒有機會 人家去搞本家的朋友 這樣 實在 我飛去桌了 趕快就跑回家 目標就是說 要快來看 我這個未來媳婦 到最新作圓的阿扁的 還是當初的 還是四角的 那妳現在 看完 妳覺得怎麼樣 我剛才記得 是覺得她很老公 對 吃我們家的餅乾之後 我也覺得 真有氣氛 這樣吃了會肥 而且還有那個 粉紅色的氣氛 這樣 聖飛 不好意思 我剛剛的說法 真的是有點比較誇張一點 那是因為我前陣子 有吃到你們家做的喜餅 口感真的很好 有那種吃在嘴裡 幸福在心裡的感覺 爸 真的 前陣子 如意她妹妹訂婚 店裡就是我們家的餅乾了 那是什麼人家的餅乾擦出來 當然 吃在嘴裡 幸福在心裡 那當然也好吃 媽 好啦 記得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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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回我新開發的 新產品 這個餅乾 妳們吃看看 吃看口味 口味如何 這樣喔 好… 妳最近才研究出來 對 我來試試看 妳試試看 好 夭壽 怎麼這麼甜 阿渡啊 老爸油房太多了啦 江小姐 妳吃了會覺得怎麼樣 爸 我覺得 我沒有問妳 江小姐 現在妳吃了會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 太甜也太油了 所以吃下去呢 有點反胃的感覺 所以正輩 我建議妳這個產品 還是先不要推出去的好 妳 正輩 妳不要怪我說話值 因為我真的是平良心說話 因為正輩餅部的餅呢 是品質保證 所以我不能說好聽的話 來騙妳 不是 妳這 不是 妳是 這是說 他說話很實在 真的實在 那我剛才研究好的時候 只有那個味 我就有夠壞味了 妳這樣拿吞吞下去 我這樣幫妳搶配 爸 媽 媽 媽 實在 她不算說 我是老頭雞所研發的 也不算是阿川的老爺 所以幫我泡泡泡泡 幫我拍馬屁 這就高興我欣賞 很高興 很高興 謝謝正輩 爸 聽妳這麼說 妳也有分享到妳這未來的媳婦 我可以再繼續交往嗎 對… 那是妳高的 要高不高妳的事情 靠我什麼關係 我沒有妳接的 不過 外人比較傳統 我是希望說 是不是可以跟妳爸爸 大家一起吃一顆飯 好想吃一顆 好 我回去跟我爸媽說 這樣好 來 吃拼 好 喝甜湯 喝甜湯 來 請我給妳喝 我抱歉 給妳喝 辛苦 有 以為這這樣 來 福利 多事 聽說是說 這家北京烤藥的味道 真的很道地 我以前一直都用想買來吃 不過買半支 就花掉我們好幾天的飯錢 我的意思是說 只要妳開心的話 一切都很划算 來 福利 我們吃熱吃 媽媽 妳好 妳怎麼怕燒 她住什麼 妳 妳不是要去阿姨家住嗎 她怎麼這麼奇怪 我自己有家不能住 一定要住妳阿姨 媽 媽 現在不歡迎我來住 不是 我不是那個意思 是妳一天到晚說 要去阿姨家住 我就順口提一下 媽 妳怎麼了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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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烤藥 太少了 對不對 不是我買的 是正方買的 正方買的 對 對 是我買的 有什麼不對嗎 天啊 路紅紅 李正方 還要去買北京烤藥 來這裡 是不是怕那路 撿到一千塊 媽 妳幹嘛這樣挖苦我 我哪有這麼小氣 妳這樣說 好像我真的一毛不拔一樣 妳本來就想我跟她說 比我生的 我都不知道 妳 妳 妳的壓水錢 妳在我上面 妳在我上面 我可以看她爺爺 乾淨 連冬天 買飲料 都會滿冷的 為什麼要買冷的 妳的 減五塊 她就要生的五塊 也回來加熱 這樣不是很麻煩 但是 她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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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背景 還要吃她的 還要吃她的 她回來加熱 拿我的雞 媽 妳這樣 我很沒面子 正方 有的時候真的是 省得太過火了一點 我第一次遇到她的時候 她就是為了撿一張發票 不夠危險的往馬路上衝 我還以為她想自殺 還有 前幾天 我只是想買便宜耳環 她也不讓我買 我是覺得其實 有的時候也不用這麼精打細算 精打細算 精打細算有怎麼不對 男人嘛 本來就是要精打細算 要節儉 這樣家庭才會穩定 五分 那是妳頂四人 收好香 有福氣才會嫁到這個老公 妳就要收好 不能再嫌 妳看 她會買 白金烤鴨給妳吃 看她多痛嗎 我心裡 這麼大 我不能吃過 媽 我拿到廚房炒牌 在盤子裡 媽 妳不會不舒服 吃這個太有膩了對不對 我幫妳煮稀飯 好 好 好 不然妳婆婆是走我吃好嗎 這樣 這麼高興 這樣 收到最早腳去 不過叫我吃美麵吃肉 媽 如芬剛也說了 妳腸胃不好 應該吃清淡一點的東西 她這樣做 也是為了妳的身體著想 是嗎 妳現在都要不要說我了 我沒有 我一直說實話而已 我沒有站在別的地方 說什麼 妳便宜的東西 這什麼 妳的包裝這麼漂亮 這個好像是進口巧克力 看起來包裝這麼高檔 應該很貴 這麼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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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吃起來不會像這樣 一定不會吃的 媽 要不然妳就先吃一顆 報紙上有寫 巧克力可以促進食慾 而且吃了之後心情會很好 妳現在胃痛 吃了以後搞不好就胃不痛了 好 然後就可以吃烤鴨了 這 不哭 這裡沒有人 妳不想吃妳就給我吃 這樣 待會兒不開心 妳這樣走我走 沒關係 我跟如芬都已經是未婚夫妻了 她的東西就是我妳正方的東西 而且媳婦孝順婆婆是應該的 對 這樣 這個 我吃一顆 這樣我吃一顆 好 媽 妳想吃什麼樣的粥 我 你們怎麼在吃我的巧克力啊 對啊 這不是妳買的進口巧克力嗎 但是我不是已經提醒過妳 要節儉一點嗎 正方 妳怎麼亂翻我的東西 妳應該先問我啊 我沒有亂翻妳的東西啊 是巧克力自己掉出來 讓我跟媽吃的 還有一顆 可是我總共也只有三顆 那時候給我 對 裡面三顆 不就是妳一顆 我一顆 媽一顆嗎 妳幹嘛這麼不高興啊 對啊 這真的要嚇我吃了 她吃了一隻巧克力 她就這樣吃了 我好聽她的鼻子怪怪 這樣 這樣 媽 媽 妳的烤鴨還沒吃 KIP 快吃 不要過來 媽真的生氣了 如芬妳最近怎麼了 EK為什麼這麼差 吃妳一顆巧克力 就發這麼大脾氣 我不高興 我不高興 是因為那不是普通的東西 那是送入巧克力 那是要給我 好 我不管那是什麼東西 我現在只知道 我媽又生氣又傷心 我剛剛好不容易 因為烤鴨的事情 哄住她 現在還要因為 這個巧克力的事情 要安慰她 我不知道為什麼 要忙這些事情 這是要給我爸的 老爺小姐 上水果了 謝謝妳 老媽子 謝謝妳 老媽子 爸 媽 妳做虧心事 快臀臀臀臀 我不是做虧心事 我是有心事 外面打雷了 我江茂雄什麼話 都藏不住的大女兒 竟然會有心事 老爺 人家跟戀愛不一樣 現在有心事 來 說 就是 就是 就是品川他爸媽 想約見面吃個飯 你們願不願意 這個事情 當然可以 老爺妳願意嗎 好 怎麼會是這種反應 好冷淡你們 你們覺得這事情 很嚴重嗎 而且雙方家長 第一次見面 我很擔心你們 不願意出席 阿莉 不要這麼緊張好不好 這是一件好事 老爸我 也想見見 對方的父母 是什麼角色 怎麼會不肯出席呢 人家主動邀約我們 就代表人家 很重視你們的交往 禮貌上我們應該跟人家見個面 不要 不早說 我單笑不敢開口 那爸媽妳覺得我們應該怎麼安排 要不定一個高級的餐廳 不 這件事情我自有安排 這個地方環境那麼好 什麼大飯店大餐廳的沒見過 那既然要吃飯 那就在家裡吃吧 在家裡吃 這樣好嗎 不然是誰在母校 妳母校我手藝很好 我的功夫菜沒出 外面的大廚廚 請對方來家裡面走一走 順便看看我們家的環境 要是有意見趁早提出 畢竟男為婚女為嫁 有意見早提出 可是這樣會不會太正式 不會 我們就是有誠意才那麼正式的 邀請他們到我們家裡來 一天那一杯就沒錯 好 轉一下 好 來 爸 媽 請 阿溫 妳是怎麼看 怎麼臉色那麼不好 我沒有 沒有 連身都比平常低八度還沒有 真的沒有 可能是因為我最近掉外勤 所以比較累 掉外勤 妹妹 妳怎麼掉外勤的 妳不是不喜歡 還不是按那個問問問問問 是 是 是 我想到未來 我想說 掉外勤還是比較有發展 對 這樣也是對 掉外勤要做鑑姐比較好做 人家阿溫上婚了以後 就會為將來打拚 我 媽 媽 不是要跟平常有爸爸見面嗎 我們來看一下妳的衣櫥裡面 有沒有那時候 偶尿時代的水桑 趕快拿出來出來好不好 來 走走 爸 我先回房間了 爸 我先回房間了 等一等 如粉 來 來陪爸爸聊一下 走 妹妹 我看妳心情不好 是不是有什麼心事 沒有啦 爸 我沒事 這個 我差點忘了給妳的好東西 爸 這是給妳的 給我的 這就是松露巧克力 還真的是特別 爸 妳趕快吃 只有妳有 妹妹 那妳有沒有吃 來 爸爸分妳一半好不好 不用啦 我吃過了 爸 妳趕快吃 快 不要給媽跟姐看的 好 那爸爸就品嘗了 真好吃 真好吃 有酥辣的味道 真特別 真的是人間美味 這真的要嚇我吃了 我吃妳的巧克力 妳的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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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巧克力 妳的巧克力 來啦 來啦 媽 妳的巧克力還沒吃 不是 媽 玩家 賣光 爸 對不起 我只有幫妳拿到一顆 傻孩子 妳怎麼這麼說呢 這麼棒的巧克力 市面上又很難得買到 爸爸能吃一顆 算是心滿意足了 妹妹 妳要是有什麼心事 儘管說出來 讓爸爸替妳分擔 我沒事 爸會有點累 我想先去睡 如芬 不開心 是不是我跑去找李正芳心事問罪 她把氣粗在妳身上 讓妳不愉快 連媽都在問妳 是不是不開心 姐 妳沒有跟媽說 正芳找我投資的事吧 妳叫我別說 我怎麼會那麼大嘴巴呢 謝謝 妳還沒回答我 是不是李正芳惹妳不高興 不是 是我自己不好惹得不過不高興 所以我有點心煩 我現在知道 媽說得一點都不錯 結婚真的不只是兩個人的事 我以後要面對的事情真的好多 是 說到妳那個婆婆表面上看起來很溫和 不過事實上她是個很聰明的人 那品川她媽媽呢 外表看起來很聰明 事實上她是連飯都不會煮的傻大姐 要比起來 品川她媽媽好相處多了 姐 妳現在很幸福 是啦 自從呢 安跟品川交往之後 我就覺得我每天都好幸福 好開心 好幸運 原本我以為 因為年紀的關係 我們在感情上會有阻礙 不過沒想到 爸媽呢 被品川的誠意所感動 品川的爸媽呢 被我的誠實而感動 雙方家長都很同意我們兩個交往 所以順利的不得了 妳幹嘛一點羨慕的樣子看著我 妳不快樂嗎 姐 我有點累了 我先去洗澡 來 留給品川 好 來 喂 妳穿 在幹嘛 想我 你呢 很可惜 跟正方交往 訂婚 都是我自己決定的 我有資格說不快樂嗎 今天給妳好 今天還好 妳沒什麼事 真的 這如芬是不是有什麼心事 我總覺得她不太對勁 我是有問過阿力 如妳怎麼說 沒有 她就說她跟正方 可能稍微有完結吧 他們訂婚多久 這裡正方就惹如芬不高興 人家小人口還年輕 她也是從訂婚以後才學習 怎麼樣相處的 水雞英雞也會加到 她說鬥個嘴很正常 那妳准打開婚人時 你不是為了一顆蛋 要怎麼煎另外含完婚 話是沒錯 年輕人夫妻 草草家鬥鬥嘴 是鼻子音的過程 這樣才有恩愛 好 我們也不要問那麼多了 睡覺吧 老爺 老爺 對 妳會覺得 這個正方跟我們如芬上 我電腦比較久來我們家 我覺得這樣很好 妳如果有用卡卡一下電腦 才有空還是要來吃頓飯 這樣比較好 妳不要打呼就給我忘記 不會 好 正被正媽喝茶 正先生 正太太 品川 歡迎你們到我家來做客 咱們第一次見面就在我家 希望等一下我太太炒的家常菜 你們都會喜歡 爸 我喜歡 爸 媽 這媽媽煮的菜真的有夠好吃 比我們爸爸叫的外匯 又好吃幾個杯 謝謝 哪有 我煮了一般的家常菜而已 那我都比大餐廳的大廚更好 好 剛才看 我們這個小孩很驚訝 她這個小孩孤兒又老實 白說白菜味 她說好吃 我相信一定很好吃 對 對 聽她說就知道好吃 妳知道很好吃 她鹽在煮飯 如果要吃就多久 不然我會進來那種 吃得很鮮 其實 妳說真是可以吃一個家常菜 不知道怎麼樣的好 聽妳這樣說 好 妳如果沒有去鹽 我再加了一口 妳的麵就可以吃飯了 妳們坐一桌拿開工 好 謝謝 很高 玉莉 來 幫我來照片給我倒看 好 康太太 我來幫妳倒三天 不用 等妳不要煮 去那邊麻煩不好 她不要給我撈開 別人家做客 我都只有動口不動手 我去倒三天 阿嬤也在 來 茲莉 妳們家的洗手間在哪裡 是嗎 我帶妳去 給妳舊姐洗手間 來 這邊請 我說這個江先生 你們這裡有這個棋 你走棋 我們會走一個棋 你想怎樣 但是我的棋意不太好 我也是不太好 我現在才學會名 我也不會 對啊 我們來一個做什麼車 切錯 對 我們兩個來切錯一下 切錯一下 切錯一下 來 走 來 來 來 這樣 我用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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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敢咬我嚇死了 妳在這裡找四的人 用紅的 瑞莉 菜這個好嗎 好了 來 給我倒這個菜湯 好 好 瑞莉 那個鄭太太去北村 怎麼去那裡過了 撥下去了 不知道 好感情喔 妳的也是有一個禮貌 怎麼了 妳該不會在我們家浴室那邊洗澡吧 沒有 我想要喝酒給妳請 我這天頭 特別去洗澡很濃濃濃濃的 我說那廚房全油的 如果走去噴到油 把妳們借個義貌在這裡 不好意思 都沒有跟妳們說一聲 沒關係 這樣 江大太 剛好需要我倒三天嗎 好 媽媽 我們這菜在那裡 我那兩支蔥子妳幫我拿過來 要蔥子嗎 好 好 哈囉 蔥子 來 蔥子在這裡 這支酸 這支酸 對 為什麼蔥子和酸子相同一樣 沒關係 我再拿一支 不要 鄭太太 不然妳拿盤子 盤子比較好嗎 盤子 我自己來吃 好 這個 我 我拿 我拿 媽 茹莉 快拿盤子和掃手來 快拿盤子和盤子 快拿盤子和盤子 不要動 蔥媽 我的意思是 我怕妳刺到妳的手 我來掃就好了 這樣 好 好 不好意思 沒關係 站起來就好 又香 只要一支滷肉 又很香 人家說滷肉 就要放一支醬油滷 滷起來更香 我給妳加一支 來 又是怎麼樣 怎麼 那是有醋 這是醋 怎麼醋到醬油都像這樣一樣 這包裝的問題 不是我不能喝 又吃香 妳這菜頭是要煮飯嗎 沒有 我滷肉 滷肉 菜頭放在滷肉裡面 我第一次聽到了 妳一定很好吃 來 我妳走起來 快點 好 妳就要站著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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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莉 來 我妳教掃 媽 我自己掃會比較快 正媽媽 謝謝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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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這部棋下得真妙 那當然 我如果沒這樣走 我走到你滾起來了 老弟 我看你根本就是個棋藝高手 你也不是一個省搖著燈 這盤棋好像又合起來 對 每天都放棋 沒意思 不然拋這個書 我做不一樣 來 再拋一拋 拋 怎麼辦 江波波 你們這樣是要下到什麼時候 關其不語 賊君子 我說的是國語 我說的是台語 明白了 那你 不好意思 今天給妳弄一拋一拋 我會買一些拋一拋 我會買一些拋一拋 不要緊 盤頭而已 不用 我看妳這麼會煮料理 妳在營運島 那日本的 還是英國正口的拋 如果這樣可以襯托出妳的手藝 那好吃的料理 如果放在很漂亮的房子裡面 那菜就看這樣 很好吃 很美味 這樣吃得到 心情也這樣更愉快 更輕鬆 妳想說鄭太太 妳還沒怎麼煮到這樣 對吃的很重品味 不用啦 別忘了 沒有啦 把妳弄賣 我就要賠了 就這樣決定 人家買幾個來 媽 一好的排骨麥放在這兒 這是排骨嗎 這排骨是要煮什麼菜 我要做粉蒸排骨 粉蒸排骨 我最愛吃粉蒸排骨 那剛剛好 我媽的拿手好菜 就是粉蒸排骨 那這樣子我今天就有口福了 所以我現在在切鵝 再炒進去炒 切鵝 不對 這粉蒸排骨 都要炒韓芝在那裡 沒有啦 人家在粉蒸排骨 會不會炒鵝 可以炒得這麼香 沒有 就要炒韓芝才會對味 這樣不會香 沒有 一邊放那個鵝 一邊放韓芝 好 好啦 我就一邊炒韓芝一邊炒韓芝 你試試看 來 剛才大家抱歉 不是我要糾正她 我一整天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吃大餐廳 什麼菜我都吃過 我跟你說 人家這粉蒸排骨 都也是炒韓芝 多對味 不是啦 讓我們阿雄人家祖傳的 跟我們這裡好近的顏色 看見我們都是炒韓芝 這另外的口味 和你吃也不一樣 你要炒韓芝才會香 不是 我跟你說 韓芝就對了 沒有啦 這樣就好 我跟你說 我們一炒韓芝 一炒韓 我們就叫大家吃看看 看是韓芝很好吃 還是韓芝很好吃 你怎麼吃還要炒韓 你就知道韓芝很好吃 沒有 我跟你說 爸 怎麼了 湯管 不好意思 看韓芝很好吃 對 老弟 跟我下河擊這麼多次 跟我旗鼓相當的人 你是第一個 我說老熊 我可是打遍天下無敵手 今天總算是旗逢敵手 你怕這麼有意思 我怕得很爽 好 那我們再來一盤 再來 我爸什麼事變那麼活潑 我爸爸也是 我以為他是一個很嚴肅的人 沒想到碰到你爸之後 鬼都放得很輕鬆 他們兩個一共碰到 旗鼓相當的旗手 兩個殺來殺去殺成那麼多 然後我媽媽跟妳媽媽那邊 怎麼樣 他們兩個為了粉蒸白骨 到底是要放地瓜或是放蚵仔 兩個三塊爭來爭去 不過感情滿合拍的 那個感覺很像妳們三幾個 那道具夠一樣 差不多 莉莉 我們兩個是一見如故 沒想到我們雙方的父母 也是一拍結合 這一切實在是太順利了 感覺好像在做夢一樣 怎麼是做夢 我們真的很幸福 如莉 下席 來 這裡 這裡 這裡錄好了 趕緊 奇怪了 怎麼會有這麼多 我不認識的人 停我的編號辦卡 許先生媽 您好 我是星光銀行信用卡專案小組 畢姓張 感謝您申請星光銀行信用卡 恭喜你 你已經和卡通過了 不好意思 想請問一下 是誰推薦您辦信用卡的 是Jim要我們辦卡的 Jim 小姐 不好意思 我得去開會了 那我 喂 Jim 誰是Jim 我認識他嗎 嗨 又碰到你 今天一定是我的幸運日 為什麼碰到我 會是幸運日 我自己也不曉得 一看到你我就特別開心 而且一整天心情都會特別的好 這樣還不夠幸運嗎 是 只是看到你 我也挺開心的 怎麼了 有個味道 會不會是我身上鼓動手的味道 對 就是這個味道 好清新 好舒服的味道 對了 我送妳的松露巧克力 妳有吃嗎 喜歡嗎 我非常喜歡 我爸爸特別愛吃巧克力 所以我拿了一顆給他吃 他吃了之後讚不絕口 一直稱讚那個味道很特別 真的很謝謝你 不用客氣 沒想到我跟你爸爸 有同樣的嗜好 我也特別喜歡吃巧克力 所以在公司包裡面 我都會放個幾顆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你的巧克力是哪裡買的 我想多買一點 那是我在美國買的 台灣目前好像沒有進口 沒有進口 那你還有嗎 我給你買好不好 送你的那三顆是最後的 你要賣給你爸爸的 我爸爸從小就很疼我 每次有新口味的巧克力 都會買給我吃 然後我們會一起分享 這次托你的福 我拿到這麼珍貴的松露巧克力 第一個就要跟我爸分享 我看到他吃的 那麼滿足的表情 我就好想多買一點 讓他好好享受這個滋味 你跟你爸感情特別好 可惜這個味道 他一直能嘗一次 那可不一定 我有一個朋友 有這種松露巧克力 或許我可以從他那邊 凹幾顆來看看 真的嗎 今天晚上我們約個地方破面 我帶你去買這種巧克力 謝謝 真的很謝謝你 媽 我回來了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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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錢 你終於接電話了 你怎麼突然把所有的資產 全部撤出我們銀行呢 連人都不見了 你到底去哪裡了 你把資金轉去加碼 所以到日本去了 難怪錢錢你沒辦法接手機 我還以為你發生什麼大事了 那我們集資買的房子 現在情況怎麼樣 請坐 謝謝 謝謝 莉莉 麻煩幫我調一杯果汁 給這位美麗的小姐 謝謝 妳先在這裡等我一下 這家店的老闆 有這種松露巧克力 我去拜託他割愛你 可是要是他也很愛吃 這樣不是很為難他 妳不用擔心 我這個朋友只是喜歡 搜集一些稀奇古外的東西 送入巧克力他放著也不會吃 與其放到過期走味 還不如給真的喜歡吃的人 不是嗎 給我一杯果汁的時間 我給你一盒 送入巧克力的滋味 Steven 晚上 還好嗎 還好 好久不見 對 怎麼樣 還好吧 還好 好久不見 阿彩 操陸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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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掌握 好久不見 我不是好久不見 我來 妳好久不見 謝謝 我要給你朋友多少錢 我朋友賣我的面子 算是送給你的 這怎麼可以 他不收我錢 我也不好意思拿 不然這樣好了 你下次多帶朋友 來他店裡消費 算是謝了他 走吧 趕快帶松露巧克力 回去給爸爸吃吧 GIN 來 等我一下 對不起 那給你擺一擺手 不好意思 他有事 他在這裡謝了 你就是GIN 是你幫我推銷信用卡的 你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 其實也沒有什麼 舉手之勞而已 更何況 是自己公司的信用卡 真的很值得推薦給我那群兄弟 不過你也可以填你的員工編號 這樣對你的考級有幫助 我真的不在乎這一些 坦白說 我第一次見到你推銷信用卡 那種不知所措的樣子 我就很想幫你了 我們第一次見面 不是在下雨那天嗎 在那之前我們就見過了 我不想要看到你被雨淋出 那種手忙腳亂的樣子 睡光你整個手 我不想要看著你硬著頭皮 去跟陌生人推銷信用卡的樣子 所以幫你做業績 我更不想看到你心事重重的樣子 所以幫你跟朋友 熬到這盒松露巧克力 其實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為什麼自己變得那麼主動 我想 我是喜歡上女人 我也不相信世界上的一見中心 可是我遇到你之後 我就相信你 我是不是想到妳啊 不好意思 我在美國待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不懂含蓄內套 我講話不要直接 妳不要介意我 不過我覺得喜歡一個人 就應該勇敢的說出來 對不起 我該回家了 妳不喜歡我嗎 為什麼會直接要回去 我 還是說妳有男朋友呢 所以我說這些話 讓妳很困擾 對不起 我真的該走了 我為什麼不敢跟他承認 我已經有未婚夫了 我到底是怎麼了 我 我為什麼不敢跟她 你還要擦酒鍋 這阿嬤要回家 你還要怕燒 人家在家裡不吹什麼 最近缺點不是缺點用的 含電那邊不敢開 嘿 酒鍋聽好嗎 這阿嬤怎麼樣 阿嬤怎麼樣 聽好嗎 可以在上面嗎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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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樣 你怎麼這樣 你不要害怕我 你怎麼這樣 你怎麼這樣 你什麼事 你跟媽媽說 我 我 什麼都沒有 我這次真的完了 什麼完了 你說什麼 阿嬤 你跟媽媽說我清楚 什麼 什麼完了 是在家 不一樣 快點 快說 阿嬤 老爺 你會不會覺得那個正先正太 人真的很好 你看做人有勞 態度氣質又好 上不了檯面 不像有一些人 軟腎痴 就被我騙死了 我這間真的奇異 真的是比我差一點 你不要說 他媽的處理 真的是不怎麼樣 是說 我們可以在上面做錢吃 就真的太好了 我們努力 上次人有消息 這次人有保備 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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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什麼 你這樣坐在這裡公圈公圈 明明我找你先去找什麼 小姐 我們如果找到好紅色 開心放在身邊來 要早上晚上 明明這皮蓋在皮蓋來 慢慢來吃 你這樣三百年老公好像沒說好 老公沒找到主 那 小姐真的很幸運 好 又找我 奇怪 這麼冷氣的 你就假承輝的行動 現在也不幫她倒閒話 趕快幫她倒閒話 好 媽 不知道是誰 我去開門 你看 每次叫她做什麼 就是這樣子 趕快播 老爺 你有沒有覺得 盧婚人打架 哪一項像 鄭先生 鄭太太這樣 那一項好到底就好了 你如果特別說 我聽到那個聲音 脖子掉到整頭 掃就不會讓人掃 有 也不知道誰第一次跟她見面 就說她的聲音 好好聽 好溫柔 這種人才有過 我告訴你 若是她跟她欺負我母婚 她母或我 不是省油的燈 她跟她走著笑 爸 媽 親家母 你養到嗎 親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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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狠 這個 謝謝 坐 鄭婉 妳舊子拿起來了嗎 拆掉了 好 標籤妳過分了 這個過兩天 頓隻豬腳給妳補一補 是嗎 謝謝媽 關心 坐 妳吃飽嗎 吃飽 不然吃水又好了 來 現在 不要麻煩 我 我覺得我今天是 來拿盧婚 說得沒什麼事 你告訴我 盧婚還沒回來 但是差不多快了 還是說你有什麼事 對 我回來了 正方 媽 妳們怎麼來了 發生什麼事了 走 來 走 走 走 可是 劉芬 既然會 身頭一刀 雙頭眼一刀 我坦白說 我帶正方 要當面向妳道歉 道歉 沒有 李正方 妳做什麼對不起我們的溫的事 知道嗎 沒有啦 那面會怪真方的 那是怪說 她想高義 派運 叫她 撕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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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是媽 對嗎 我們都男人 不需要替男人說話 男人 如果去頭吃 那說什麼理由 都照顧了 沒有啦 對嗎 妳 妳想要帶 不是啦 那如果頭吃 我就不可能來 對不對 是喔 對 正方 天 入睡的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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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什麼亞洲金融風暴去掃到 全都溜溜溜 我這個人 很明顯 對呀 所以 我走路 我怎麼又不開心 那天明明 要把努力放不掉 我就知道一定有問題 李正芳 難怪那天我問妳的時候 妳知識 我不知道在講什麼 也講不清楚 而且還嫁小燈 想想跟我翻臉 現在呢 現在只包不住火 才要來道歉 我真的是不懂 一個大男人做錯事 為什麼第一個心情都不肯承認 然後說頭說頭 躲在妳媽的背後 像烏龜一樣 妳說什麼 阿姨 妳 妳 妳看起來都蜜蜜 說我怎麼這麼煩 我兒子今天 穿新來電刀 看妳們的臉色 這樣真不勇敢 多少是妳 妳更做得到 我才說 什麼做不到的事情 不敢相信 她是道主理財 做不到 還是道主理財 標籍就是煩煩 妳看 裸母 妳兒子要怎麼理財 怎麼搶錢 那個是她的事 她為什麼要勉強我妹 把錢拿出來 跟她一起投資 我妹的錢 本來躺在營養是好好的 為什麼要拿我妹的錢 來跟她一起創造未來呢 如果她可以管好她自己的話 我們有必要站在這裡 談一些無聊又沒有意義的 道歉的話嗎 姐 妳不要再說了 我們做人說話就要憑良心 今天我們正風也是替妳賺錢 妳們敢不感謝她 不會嘛 就真不幸了解 所以所有的這念 都要塞塞給她 家主說 如粉還是覺得這個嫁威不好 她當初就應該反對了 她就要做到正風 對啊 她是她媽 她感冒這念 她如果是比較正功 正我今天才會了解 親家母啊 現在不是說氣話的時候 來 坐下來談 媽 我們不是來道歉了嗎 對啊 妳兒子的個性我會不清楚嗎 妳應該比我更了解才是 我妹說得動她才有鬼呢 所以妳們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我兒子如果是婆婆去那裡 雖然如粉是她媽 她已經整個口 都眼睛睜睜看她陰事了 就對了 妳這個是什麼邏輯 我衝 妳媽 不然妳現在的意思 是在接比我們如粉 每樣相夫教旨就對了 妳如果是這個意思 這樣一定是我不得 像我這個做媽媽的 不跟女兒聽得很好 不然這樣 我現在開始 我就把相夫教旨一條一條 跟誰在座上面 叫我如粉跟背好洗 這樣通過妳家做媳婦 如果背不好洗 我不敢出門 還不是啦 姐媽 我沒有這個意思 我也沒怪什麼 妳五歲 我是希望妳可以了解說 那道主本來就有風險了對不對 當初我是真的仔細考慮 跟評估過 這個投資 因為有高的報酬率 我才做的 對啊 如果我們相夫 在做事是很漸漸的 那如果不是說那什麼風暴 哪有可能了錢 而且她很清晨 對 我一肚子 一百八十萬 如果我也才二十萬年 對嗎 如果要算起來 我們相夫是很可能 妳都不斷這樣 不跟她同情跟考慮 妳都不斷這樣 不跟她同情跟考慮 妳都不斷這樣 一直跟她比你美 如粉 我說今天什麼意思 妳知道了 現在春風站在妳面前 妳想說什麼 還是妳要 我們做什麼 妳儘管說 妳說 沒關係 說 不斷 不斷 妳想說什麼 還是妳要 我們做什麼 妳儘管說 妳說 說 沒關係 說 說 如芬 春風 我們單獨談一談好不好 好 如芬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如芬 妳也知道最近亞洲各國 都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 日本也不例外 錢姐本來就想要 把日本的房子賣掉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錢姐已經跟我明說了 她說我們投資的錢 要拿回利息 根本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現在我們只能夠等 日本的景氣慢慢復甦 等匯率上升以後 看有沒有機會全額保本 好 好 如芬 就算我們現在賠錢 不表示我們翻不了身 只不過要成為千萬富翁的話 我們需要多等一點時間 我知道這樣 對妳來講是有點委屈 妳可不可以不要生我的氣 正方 不是每個人都跟你一樣 把錢擺在第一位 至少對我來說 我父母的心情 他們的尊嚴 那是再多錢都買不到的 不對 那是因為我們現在 還不夠有錢 等我們有錢 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我相信金錢 絕對可以買到快樂跟尊嚴的 你 你都現在不知道我為什麼不高興嗎 投資培經我不介意 可是你為什麼要帶你媽來我們家鬧 害得我爸媽又要為我擔心 你鬧 這個不是鬧 我媽都已經開宗明義的說了 她就是怕你不高興 特別過來給你道歉 我媽都已經這麼低姿態了 拿到假誠意還不夠嗎 我媽一向都這麼溫柔 語氣都這麼好 要不是你姐一直在說我的不好 我媽怎麼會這麼容易被激怒呢 正方 我真的搞不懂你姐 她明明是在服務業工作的 連一點基本的禮貌跟應對進推都不懂 她怎麼就不能夠尊重老人家一向 偏偏要說一些話來頂撞她 我跟你說過不要再說我姐的不是 說你不好會激怒你媽媽 可是你拚抵我的家人 你一樣會激怒我 請你尊重我 如芬你那是什麼態度 你以前都那麼的乖巧奔純 我已經說什麼你都會點頭 就算你不想做的事情 你都會為了我而嘗試去做 可是今天你一知道我沒錢了 就開始對我不耐煩看我不眩眼了 不是這樣 你這樣說對你跟對我都是一種侮辱 你看是不是 以前你從來就不會這樣頂撞我 跟我爭辯 我就知道你們女人都是一樣的 像你 像你姐 都是用男人的身價 來決定對我的態度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 對啊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我到今天才知道 原來我在你心目中 一直是一個愛慕虛榮的拜金女 原來我的形象這麼的不堪 吳芬 我的意思是 是你了解我不夠多 還是我了解你不夠深 除了這個 我們彼此不了解還有誤會的地方 還有多少 會不會連我們覺得對方很適合自己 都是一場誤會 吳芬 對不起 我剛真的不是那個意思 老實說 我只是擔心 我現在把所有的積蓄都賠光了 我對自己一點信心都沒有 更讓我擔心的是 你會因為這件事情 而看不起我 正方 你為什麼要把自己跟周遭所有的一切 都變成商品 趁經論了的標價呢 你沒有錢 就變得一無是處 其他人就變成勢力耶 我 可是這個世界明明就是這樣子喔 正方 正方 我們解除婚約 好不好 解除婚約 如芬 為什麼 為什麼要解除婚約 如果是因為我剛剛講的話 我已經跟你道歉了 我真的不是那個意思 你不覺得我們不適合嗎 這一陣子相處下來 一開始我以為是我不習慣 需要時間適應 可是後來越交往 我越覺得這是觀念上的問題 我們真的差很多 沒有啊 我們不是一向來都好好的嗎 除了今天 我們從來沒有吵過架 不是嗎 可是 你剛才也說 就算是我不願意做的事 之前為了你 我還是會去試試看 就像掉外情 我勉強試了 還有一些生活上的琐事 節儉很好 可是連一些無關緊要的小錢 你都不讓我自由支配 我也都照做了 可是你只有看到 我們配合得很好 你有看到我的不快樂嗎 我只是覺得 為了以後我們的快樂 現在做一點點犧牲 是必要的 如果你真的覺得很勉強的話 我們都可以溝通啊 那如果是 換成你順著我 你心裡真的就會舒服嗎 你心裡 與其這樣 為什麼要勉強地 把兩個人綁在一起 正方 我們解除婚約吧 不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答應解除婚約的 你就當今天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我沒有帶我媽來過你們家 我剛剛講的話都不算了 不算了 沒有解除婚約這件事情 我待會兒就要回家了 今天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有不是 你這天哪有 我沒有說 你這天不乾杯 你這天不乾杯 我可是我這天不乾杯 我就是你那天不乾杯 我才不會讓我看我 我不知道我怎麼開燈 我來看看 無分怕熱 熱了她就會自己開電風扇 兩個人講那麼久的話 一定口乾舌燥 好好把香腸吃掉 面 嘴乾了她就會出來喝口水 就不再多說了 那不是更好嗎 對 親家做得好結了 這個辦法真好 如果她們嘴乾了 或者是怕熱 自然就出來了 親家在那裡 你才可以麻煩她 伯母 如果你覺得正方會受委屈的話 要不要我幫你 丟一顆催淚蛋進去 把他們兩個逼出來 這樣子 如果正方委屈 哭了 還可以說是催淚蛋害的 好了 如莉 好歹親家母 也已經上門親自把事情說清楚了 畢竟妳是晚輩 不要再多說了 再說就要顯得我們江家 沒有家教 更何況 這不是說吵的聲音越大 就能把投資的錢 拿更多回來 請 請 請 不好意思 我知道我剛才說的 口氣比較壞 不過那邊要拐壞 對 挑戰 大家的心情不好 在這裡去看不中 眼睛也不太好 其實我朋友小子也不是這樣 我這個人很勉勵 不小心 在廚房跟別人去探訪看看 好 多謝大家 有辦法帶她去好心 來給媳婦看不中 對嗎 沒有 對不對 所以 爸 媽 今晚實在很不好意思 打擾妳們 讓妳們煩心了 我心裡實在過於不去 請妳們見諒 請媽媽 我這想多問題 媽 妳別再說了 我們也不要告辭了 不 無分的爸媽也要休息了 爸 爸 媽 大姐 我們先走了 再見 媽媽 漂亮 媽媽 這樣也會拿到屁股 準備 奇怪 蘆芬跟妳張芳是說些什麼 雖然妳正芳出來的態度都不一樣 好像沒說趕到屁股 對 蘆芬的個性應該也不會罵正芳 就不知道蘆芬到底跟正芳說了什麼 先給她看看 好 等一下 來 好 取消婚約 我真是太準了 我料事如神 我得想說妳什麼時候跟我講這句話 所以妳早就不看我跟正芳了 哪會 妳是我妹 我要妳幸福都來不及 怎麼可能會看隨妳 我是說 有十個要結婚的人 大概有八個 在婚前都會說我不想結婚了 不是這樣 是這樣 我雖然沒有結過婚 但是我念書 妳等等 這 妳看 雜誌上面都會寫說 結婚之前因為準備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男女雙方都會產生一些摩擦 加上結婚之後他們要面臨的 承受的是責任的壓力 所以他們情緒上都很不穩定 甚至想要逃婚的念頭 妳們這個是婚前憂鬱症 而且偏偏妳們又碰到這個 投資私欲的事情 妳會這樣想真的是難面的 可是我是真的下定決心 不要再跟正芳繼續下去了 我知道 妳是下定決心要跟他撐對不對 可是過兩天之後 妳會下定決心的要跟他和好 永遠在一起 可是如果我現在不堅持分手 我怕以後會更後悔 李正方拿妳的錢去投資 虧了錢 這件事情我真的很生氣 可是他也是登門來告訴妳 這件事情 總比一次騙著妳好對不對 其實我不應該 我不應該每次在妳面前 都說李正方這個不好 那個不好來影響妳 我現在應該是要給妳信心的 姐哥妳對不起 從現在開始 我絕對不會在妳面前亂叫亂廢了 不要想那麼多 哪一對情侶不吵架呢 對不對 這是 巧克力 妳不是有很多巧克力嗎 多吃點巧克力心情就會好啦 要甜蜜蜜的 好 好 沒有 好 不是 怎麼 妳有這麼會妄想 一句話大話 就沒有說 是 剛好在房間跟妳說什麼 沒有 媽 沒事 那時候沒事 剛好 剛好 剛好幫妳悶著 妳跟媽的說 媽的在幹嘛 那嫂子人 怎麼能對老婆這麼不耐心 腳不長就要想起 那老婆不讓她好想吞亂 對不對 現在嫁人不必在家裡做大小姐 媽 拜託妳 不要再說如芬的不是了好不好 我怎麼說她 我是在教她 我這樣也是為了妳們的婚姻生活在著想 如果妳真的是為了我們的婚姻幸福著想 那就請妳以後 不管如芬做得好還是不好 都不要再說她 不要再唸她了好不好 小明 妳這個外觀 我當時我更嚴格 我做一遍跟她說我不是這樣欺負 小的小的小 我知道 她幫妳討論 她剛才在房間裡說我太遠 媽 妳不要胡說小的小 這早就這樣 我看妳就這樣乖乖 怎麼會賣錢 就在妳的面前都洗了我的牌味 媽媽 妳變好 妳喔 聽不懂嗎 小氣 我聽妳說話這樣講得不對 本來就是老婆人缺 才有帶 她當中這樣是我在幹嘛 這樣喔 這樣喔 好便宜喔 我們就通通別說 媽媽 我們是怎麼說她吃得太早 那就告訴我 我時代的媽媽 會說她這樣沒菜 討論一下 問她考慮 媽媽 我已經說了不要再說如芬了 我說都不說 以後都不要說了 以後都不要說了 你們不要我關心 那也不要讓我擔心啊 至少現在能不能告訴我 到底發生什麼事 媽媽 對不起 我剛剛不應該用這種態度跟妳講話 我們真的沒事 妳要不要回房間休息 睡一覺 明天一切都會跟以前一樣 對 明天一切都會過去 但沒事 無非是我的老婆 我們絕對不會娶小婚女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我更不想看到妳心事重重的樣子 我更不想看到妳心事重重的樣子 所以幫妳跟朋友 熬到這盒松露巧克力 我想 我是喜歡像妳嗎 我也不相信 世界上有一見鍾情 可是我遇到妳之後 我就相信妳 為什麼妳 為什麼妳偏偏在這個時候初心 來 快樂種子 快樂種子 送入巧克力 為什麼妳說這是快樂種子 可是我收下她之後 煩惱卻越來越多 妹妹 爸 你還沒睡 我出來倒水 看見妳坐在外面 妹妹 有事嗎 沒有 我吵到你了 爸 沒有 倒是妹妹 我覺得妳最近從沒不展 是不是有什麼心事 沒有 我 聽妳姐姐說 說妳跟正方 有一點不愉快 妳還說要分手 妹妹 妳不是認真的吧 我 妳跟正方鬧別扭 不算 那是不是正方 做了什麼 對不起妳的事情 惹妳生氣 不是了 是我自己的問題 那就是妳自己 跟妳自己過不去了 妹妹 這舌頭啊 跟牙齒還常常會打架 兩個人啊 吵吵架 鬥鬥嘴 這是難免的 妳不要動不動 就把分手掛在嘴邊 那是會傷感情的 妳跟正方 將來是夫妻 要相處一輩子 答應爸爸 不要孩子氣了 好不好 爸 我 對不起了 爸 害大家為我擔心 妳放心 我會把自己的事情 都處理好 妳看 好東西 哇 松露巧克力 這麼大一盒 妳從哪兒來的 是一個朋友幫我安來的 而且幫我求了好久才求到 媽 妳真的太有口福了 妳趕快吃 好 好 那妳這個朋友 是個男的 真是個巧克力先生 巧克力先生 爸 妳什麼時候變得跟姐跟青梅一樣 喜歡幫人家取錯號 不過 她應該會喜歡這個綽號 因為她也愛吃巧克力 妹妹 妳很喜歡這個巧克力先生 妹妹 妳心裡究竟在想什麼事 爸 妳趕快吃啦 機會難得耶 就剩這一盒 吃完就沒有了 除非送的飛機到美國買 爸 妳知道她會喜歡什麼嗎 不知道她會喜歡什麼嗎 這個 這個 這個應該很適合她 這個應該很適合她 妳不喜歡嗎 妳不喜歡我嗎 為什麼會直接要回去 還是說妳有男朋友呢 所以我說這些話 讓妳很困擾 如芬 還好妳還沒有出門 我今天真是太幸運了 正方 妳怎麼來了 我是來送妳上班的 一路上 我們還可以說說話 這是一個未婚夫該做的 不是嗎 妳今天要去哪里掃街 正方 妳不要這樣好不好 我已經跟你說過 如芬我知道 我知道 妳現在還有一點情緒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妳可以先跟我聊一下嗎 我已經來不及了啦 Vicky可能已經在等我了 拜託如芬 我只需要幾分鐘 我不會耽誤妳太久的 好 如芬 我幫妳買了妳最愛喝的可樂 待會妳上班的時候可以喝 妳這幾天 一路掃街應該很累吧 如芬 我已經好好反省過了 我之前的想法真的太嚴肅了 我就是太注重養生 還有節省的觀念 所以連可樂都不讓妳喝 不過我現在已經想開了 我覺得人生吧 又不是考試 偶爾放輕鬆一下 也不是什麼不好 妳要不要現在喝這個可樂 我幫妳打開 我幫妳買了這個妳一直很想要的四對一百的耳環要送給妳 可是我沒有特別挑那個樣式 希望妳會喜歡 妳看一看 正方 妳不要再逃避現實了 我昨天跟妳說的不是開玩笑 也不是賭氣 我是認真的 我們解除婚約吧 現在怎麼會這樣 我們已經訂了婚 交換了戒指 喜餅也給人家吃了 妳現在一句話 就要把這一切一臂勾銷 妳把我們的婚姻當噁心 我沒有這樣想 那拜託妳 可不可以好好地醒一下 妳知不知道我為了這個婚 花了多少錢 妳這樣說不錢 我拍婚紗照的錢 訂酒席的錢 還有作品的錢 全部都浪費掉了 又是錢 妳又只是在跟我講錢 不只是錢 還有面詞問題 如果人家知道 我的新娘子這樣落跑了 別人怎麼看我李正芳 還有我媽會怎麼想 我的親戚朋友知道了 會怎麼問 我要怎麼跟他們交代 還有我老爸 我好不容易讓她 在九泉之下安息 妳要我怎麼跟她說 我婚結不成 告了妳不再說了 妳就是因為老是這樣 我才想跟你解除婚約的 妳那是什麼意思 我說錯什麼了嗎 沒有 妳一向都是對的 妳總理有說不完的道理 可是妳不管做什麼事 妳都只會想到妳自己 卻理解除婚約這麼大的事也一樣 只會顧慮到錢 顧慮損失顧慮面子 可是妳有沒有仔細想過 我們之間究竟是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之間有什麼問題 一直都好好的 還是妳自己在鑽牛角尖 怎麼樣 妳沒話說了嗎 被我猜中了嗎 我不想跟你爭 這樣吵下去沒有任何的意義 我只能說 當初是我把結婚這件事看得太簡單了 我沒有想到跟一個人相處 會有這麼多影響不到的問題 就當做是我的錯好了 是我一開始沒有考慮清楚 就輕易答應嫁給妳 經過這段時間我才知道 我跟妳不僅評論不對 而且我不適合妳 正方,請妳原諒 我們解除婚約吧 妳沒有轉環的餘地了嗎 對不起,我已經決定了 我要去上班 我沒有想到妳這麼狠心 江五分,妳告訴我 妳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對不對 妳回答我 妳一定是外面有別人 愛上我對不對 對不對 不是 妳為什麼不可以當我 妳為什麼不敢承認 當初 妳一直用一些廢話來躺在我 一定是外面有別人 妳也答應了對不對 妳說 妳說 妳讓我說好痛 妳不要逮我 妳一定不會讓真心發生的 這個芥琪 我已經把妳定下來了 妳已經是我的人 是我的女人 別人不可能搶走我 妳不要 妳不要 我再給妳帶雙筋子好不好 妳帶雙筋子好不好 妳帶雙筋子 不要 帶雙筋子 我不要 帶雙筋子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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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什麼 妳清醒一點好不好 我 我 我 對不起 我剛剛太激動 對不起 我 妳不要回來 我是認真的 我跟你真的沒有可能了 真的不行了嗎 沒問題 我先好就送回去 公司 謝謝 謝謝 主婦 你怎麼現在才來 妳怎麼了 妳哭過了 發生什麼事了 沒有了 沒事 真的 妳沒有騙我 真的沒有事了 妳就不要再問了好不好 是喔 好吧 那等妳想說的時候 我隨時都在 我來 剛才有個男的 拿了一盆草給妳 說是要送給妳的 還等了妳好一會兒 結果看妳還沒來 就先留下幾條先走了 好 幾條在裡面 誰啊 知道耶 不過 還蠻帥的 喔 如芬 我跟樓上住戶有約 那我先去拜訪客戶囉 好 五二零一三一四 對不起 希望我昨天晚上那些冒昧的話 沒有笑到妳 這盆寒羞草代表我的歉意 請消納 如果能夠當面跟妳說說話 那就再好不過了 今晚七點 我在上次那個pop等妳 但願妳賞光 不見不散 請 要不是妳讓想念猖狂 打破天窗 我不會發現枕頭上的荒涼 以為妳就是故鄉 卻變成我的流浪 誰的傍晚 是誰的天亮 十九八七六十六一人 同時狂歡 五四三二一個人倒數孤單 回憶的擁擠廣場 假裝妳還在身旁 就像妳最愛依賴我的肩膀 第一行時的狂妄 第一首歌的難忘 第一次問妳的唇 妳的倔強 第一口流星燦爛 第一個天真願望 第一個諾言 美麗的荒唐 妳叫我愛得善良 妳叫我恨得野蠻 妳叫我忘記該往常心太傷 那些妳叫我的事 讓思念更苦更長 只想問想念的 想念的 想念的妳怎麼樣 妳今天已經要喝很多杯了 妳到底在等誰 看妳已經等了一個晚上了 我再等一個很重要的人 我在等一個很重要的人 我想 她今天晚上應該是不會 那些妳教我的事 讓思念更苦更長 只想問想念的 想念的 想念的妳要怎麼樣 想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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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情她還沒說的 每次我問她 她都告訴我 媽 我沒事 那我先去問她 就會跟我說 對 我有事了 別嫁 我知道她每天 什麼事情都告訴妳 每次妳都替她瞞我 妳老實說我不知道 就是怕妳擔心 我嫁妳就不行了 怕我擔心 妳是怕的如粉 如果有什麼事情都給我 沒力氣 妳去 去 好 不要推 我等一下去問她 等一下出來跟你說好不好 什麼等一下 現在 現在 叫妳去… 蘇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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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什麼呆 那盆栽從哪來的 寒羞草 是一個朋友送我的 妳今天晚上謊誠特別厲害 還在為李正方這小子傷神 妳沒跟他和好嗎 好 姐以後 盡量不要在妳面前 說他的壞話 也不要來影響妳 妳趕快跟他和好吧 爸媽真的很擔心 還有最重要的是 妳一定要等他跟妳道歉 妳才可以原諒他 不然妳以後 一定被他吃得死死的 應該是我要去跟他道歉 請他原諒我 我真的沒有辦法嫁給他 如芬 這是妳的婚姻大事 妳不要再講氣話 姐 我沒有再說氣話 我這一陣子講得很清楚 我跟正方的個性一點都不合 勉強在一起只會更痛苦 我要解除婚約 我是認真的 妳不愛他了嗎 當初妳跟我說過 喜歡一個人 可以從一天之中 有沒有想過他三次以上 就可以知道 對 我記得當初 那妳就是坐在這裡 告訴我說妳有想他三次 而且用手指筆給我看 可是我那個時候想到他 都是不忍心 擔心他 關心他 我那個時候以為那就是愛 現在才知道妳根本就不是 拜託 妳神經那麼大條 妳當初根本分不齊 喜不喜歡他 妳現在又知道妳不愛他了 有一個人會有甜蜜的感覺 會開心的笑 想到他一天根本不止三次 是三百次 三千次 甚至是無時無刻 每分每秒都在想 有一個人讓我明白 原來喜歡一個人 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會很開心 分開來的時候會很想念 我看如芬跟我講的那些原因 都是妳教他的對不對 是我叫如芬不要嫁給妳 如果你堅持要娶她的話 那妳就要想清楚 因為以後妳要叫一個 討厭妳的人大姐 該怎麼辦 我馬上來提安座 在那邊如芬 如芬 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走進妳的世界 讓我追求妳好嗎 給我一點時間 我一定會給妳 我心裡有個光額 我怕妳多久沒來了 快兩個禮拜吧 妳幹嘛這樣看著我 就算妳將來沒有嫁出去 有爸爸跟媽媽在的地方 就是妳家 就是妳永遠的地方 知道嗎 我願意犧牲我老人家的尊嚴 來拜託妳去看她 可以嗎 妳們是我在這個世界上 最親最親的家人 是家人就被幫外人 妳先幫李正芳 就不是我的好姐妹 這兩條線 可能 可能是那些業運棒 都過期而壞掉了 所以結果不準 妳還是跟我去一趟婦產歌好了 喜歡吃天爺 每一次爭片太舊 我比誰都還失落 我比誰都還失落 我不夠成熟 才不能讓妳懂 如果我们都曾经 为彼此而难过 有什么不能 一起执着一起过 时光它欲去欲求 却证明有我 证明有永恒 陪你我想做更好的人 你完成了我的灵魂 只想你了解 爱可以多舍 你的完美让我来完成 你是我心中最好的人 我为你的天堂开门 你不是我的神 却给我一生 你让我的宇宙没有恨